我国护照打败德国 跃升为全球护照流动自由度排行榜榜首 这也是首次有亚洲国家登上榜首 在金融咨询公司阿尔顿资本的护照索引当中 我国本来和德国并列第一 不过随着巴拉圭宣布豁免我国入境签证之后 让我国的免签证积分比德国高出一分达到159分 德国位居第二 而韩国也以157分的积分和瑞典并列第三